大家好 第三正眼睛大理看世界 橫掃中國的颱風杜衰銳 他的終極目標終於暴露出來了 原來就是衝著中共的老巢而來的 他輕輕地翻了個身 北京的天就漏了 想擋都擋不住 我們上一期的節目裡才與大家預警過 說紫禁城被淹的議帳 對中共政權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少 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的朋友 甚至還作出了預測 他說一旦河北多地的水庫洩洪 北京將重演河南鄭州720的慘案 看來趙蘭健的朋友 這個預測已經完全應驗了 河北等地的水庫還未洩洪 北京城就已經被洪水嚴重摧毀 死的死 傷的傷 中國人的大禍又來了 8月1日 習近平下達了防信的指令 指出北京 河北等地的洪災 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之前一天 北京使大洪水慘烈 多地發現浮屍 為保中南海 北京向周邊洩洪 導致河北多地淹水 民眾在網絡緊急求救 巴西預言家朱瑟里諾 預測中國將會迎來強颱風 他說毀滅性的狂風將會帶來破壞 目前看來 這個預測也很巧合地應驗成真 據多個視頻顯示 大量汽車被急流捲走 其中很多車輛還亮著車燈的 顯示車裡有人 是在行駛途中遭遇紅樓 多名視頻的拍攝者都驚呼說 車裡有人啊 這些被沖走的車輛裡的市民 看來都空多吉少了 存活的機會渺茫 31日 北京多區出現嚴重水浸 其中門頭溝區 災情最嚴重 永定河水位暴漲浸過堤壩 持續暴雨 引發山紅暴發 沖走大量車輛 一架又一架的汽車 就像煞車失靈一樣 只能順著喘急的水勢 被滅頂吞沒 門頭溝區的河道中 至少發現了兩人死亡 有視頻顯示 一名男子陷入急流 下身的衣物已經被水涼剝光 抱著路牌的鐵桿補命 男子無法脫身 處境兇險 無論是洪水暴漲 或是長時間浸在水裡失溫 都有可能奪走他的生命 據多個曝光的視頻顯示 至少幾十架車 在喘急的水勢中 災浮災沉 連荒櫃車 亦難以對抗 凶猛洪水 順流而下 嚇壞了目睹的民眾 門頭溝區 應急管理局的資料顯示 門頭溝山區 已經緊急撤離大約5,000人 那麼門頭溝區的水災 到底有多麼慘烈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張圖 你就明白了 這張是北京門頭溝 丁家灘的水勢對比圖 從這張對比圖上 目測就已經可以知道 這個水 至少有一米五六那麼深 另外7月31日 暴雨還沖倒了北京最貴酒店 色潭酒店 浩市八年 斥資8億完成 僅僅開業一年 色潭酒店去年4月30日 才開始事業 圍於門頭溝探遮至附近 有千年歷史的陽波原村 另外有一段視頻顯示 一名中年男子的屍體 和一團雜草一起 被卡住在路邊的鐵欄底下 有網友說 圍體都來不及管了 這裏是北京啊 另外有視頻顯示 北京不止一處的橋樑 被洪水沖倒 包括了防山區一個公路橋 還有僅輪盧溝橋的 盧溝山橋和小青河橋 根據北京公交集團的通告 盧溝山橋攤塔 導致多條公交路線停運 7月31日 北京防山區大石河流域 升級為洪水紅色預警 防山區受災較大的 是流利可真祖村 平角莊村 重量產業園等地區 在防山州口店鎮 一個集配站 暴雨引發洪水 現場80人被困 現場有快遞包裹 和貨車被洪流衝跑 有視頻顯示 該物流站的大量包裹 被帶水沖走 運輸快遞的集裝商貨車 也被洪水淹沒沖走 現場的工作人員 一直大叫 那大貨車被沖走了 兩迷多告 院裡被沖走的包裹都滿了 緊急中 工作人員趕緊爬到貨倉的房頂被爛 後來獲購的工作人員 余女士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所有的快遞物流件 全部被沖走 整個場站 什麼都沒有了 余女士說 車都飄了 我家三台車都飄走了 自己能夠活著回來 就已經好慶幸了 從來都沒見過這麼大的水 太嚇人了 房山區 北斜營村 也是受災嚴重地之日 31日更是山洪暴發 麗石樓傾捨而下 蓋村村民劉先生 對《大紀元》記者說 這次洪災超過了2012年的721大洪水 村裡屬於卡斯特地茅 2012年 市政府要求村民搬遷 但當時的村資書 聲稱可以自救 導致村民至今仍未搬遷 另外一位村民趙先生也說 通訊中斷了 現在都挺嚴重的 比當年721更嚴重 車都被沖走了 還有山洪暴發 間屋也都被沖毀 衛場被沖塌 據中共天津官媒北方網報導 天津市官方已經通知 青龍灣河水位暴漲 已經達到了分紅水位 鄰近青龍灣河的大王寶蛙 蓄濟洪區隨時準備啟用 蓄濟洪區位於武清區大王寶鎮 共涉及東八里莊等21個村 官媒說7月30日 當地官方已經開始組織該蓄濟洪區村民轉移 這篇報導目前已經被刪除 陸媒介面新聞報導 30日下午2點 已經有大王寶鎮的居民 在社媒爆料撤離過程 他們說大喇叭一直在叫 有親頭親、母親頭友、北京分紅 母親大王寶為北京做洩洪準備 有視頻顯示 除了頭親扣友的村民之外 當局為轉運其他村民 準備了100輛大巴車 視頻拍攝者說美麗的大王寶很快將被洪水淹沒 大王寶鎮所有村民必須撤離 馬上要無家可歸了 華北地區人口密集 一個鎮的居民可能就多達幾萬人 陸媒報導7月31日下午 大王寶鎮的商鋪已經全部關閉 21個村的村民已經撤離到安置點 大王寶鎮已經禁止人員進入 中共劃設的所謂速濟洪區 平時就是正常的農村居民區 但是如果出現洪路災害 當局往往為了保住大城市 放水淹沒了這些速濟洪區 與大王寶淋更加青龍灣河 上游流經北京市 此地洩洪 以此與北京有關 據當地官媒報導 今次撤離的天津居民 不是只有大王寶鎮的 7月31日 中共國家防信擴刊 總指揮部發佈通知 大清河水位持續上漲 大清河東電速濟洪區 將於8月1日凌晨2時起啟用 通知要求地方當局撤離當地民眾 東電速濟洪區 位於河北省和 天津交界處大清河南北兩岸 總面積379平方公里 其中河北境內大約279平方公里 天津市境內大約100平方公里 涉及淨海區和西清區良區 另外據河北官媒報導 連日暴雨令河流水位不斷上漲 檔前20座大中營水庫正在遇洩 其中黃碧莊水庫多次加大洩洪流量 洩洪途經的陸泉、靜定、 高城、武極、深澤、安平、遙陽等地 也在轉移居民 據網上曝光的消息顯示 在河北、天津多個農村地區 官方都在隨時準備 決堤洩洪 以確保重點城市的安全 強降雨引發的洪水在北京示弱 沖毀村莊、沖林橋樑 連大慶機場都被淹了 尤其在門頭溝爆發的山洪 將許多村莊移為平地 北京目前這一場大洪災 造成至少11人遇難 27人失蹤 但是由於中共一貫掩蓋真相 外界普遍認為 實際情況要被官方公布的嚴重 目前 微博上架門頭溝爆與相關話題 已經被封禁 即使北京浸死人了 北京天安門廣場已經浸成海了 但是中共也不忘升旗 網友嘲諷地說 必須點讚 現場太震撼了 還有網友說 這一末紅色永不缺席 另外 河北多個城市 也發生塔坊內勞 石家莊 賺黃縣省道S543 馬張線 因塔坊交通中斷 保定市內 多處地道橋積水嚴重 有車輛被炮在水中 乘客爬出天窗自救 特別是北京落大雨洩洪 結果導致河北保定 鳥州全被炎了 很多村子直接沒有了 人也沒有轉移 沒有提前通知 有視頻顯示 鳥州的村莊被洪水淹沒 有一些房屋 被淹得只剩下屋頂在洪水的外面 8月1日很多河北人在微博熱搜 道駐求助 據河北知情人士和大紀元記者說 鳥州全城徹底煙了 因爲洩洪 除了還能夠通訊之外 其他東西 什麼都不行了 目前還在停水 有網友說 河北的朋友家裡一片狼藉和愛好 不知道洩洪前 有沒有先通知群眾撤離呢? 聽我的朋友說 兩層樓已經全浸了 人現在在三樓困住 不知道河北 還有多少地方被淹 群眾被困 但是河北的人需要被關注到 有網友在一張圖片上寫著 河北德州地區 洪水接管了一切 這裡一切都靜悄悄 沒有人通知撤離 沒有人聞盡 平時的 區鎮鄉政府管理人員不見了 很多沉親失聯 電話不通 偉大的黨 忽然不見了 還有網友說 不僅奪州 北京周邊拒馬河 液水河遠先 洩洪淹了很多地方 北京遭遇這場罕見的暴雨襲擊 600年不織水的紫禁城 也被水淹 紫禁城是旺權的象徵 故宮淹水 民間認為 這是中共政權滅亡前的徵兆 好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希望中國的朋友 都能夠多多保重 我們下次節目見